我叫板娘小微 一名幸存者 自从和二师兄签订了合居协议之后 我就会常的后悔 也会常的生气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你妹的都同居了 不应该就是财神共有了吗 可是这金条新币给不了 材料装备也给不了 除了能共用个家具和建材 傻傻傻也干不了 你说我要这男人有何用呢 干脆修了算了吧 还有呢这马上去密斯卡大学的副本了 手里的枪还给坏了 好不容易攒点材料 只能用来制造武器用 你说其人不 造之前呢本来想着把配方升级一下 升来升去 结果材料用完了 也只是升到了245的评分 唉算了吧 凑合着用吧 先造把雪地UCI过了副本再说 武器做好之后呢 我就开始了人机合金副本 可刚进着副本 直接就叼了一个 算怎么回事 这二师兄更糊啊 闭着眼一头扎进感染者队里 差点就死了 唉 说好的带我飞呢 吹过的牛皮 瞬间垮台啊 还好这一新的副本 整体来说不算太难 只需要跟随地图上的黄点 一步步推进就完事了 哦 需要注意的是 打死精英怪之后呢 身上会掉落钥匙 记得捡起来 否则的话是无法打开门的 教室这里是最简单的 只需要找到指定NPC对话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图书馆啦 这里刷怪比较多 但是伤害不算太高 我们只需要找到二楼的这种书架 打烂之后解救了人质就好 往前走就是宿舍楼 打掉精英怪 拿了钥匙之后 可以在这里搜刮一波补习品 这里会刷一个想求日森林的小boss 也很容易被击杀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找到一个叫做珍妮的NPC 才能触发下一个剧情任务 我们就是因为浓雾的关系 之前没有找到NPC 清完广场的怪之后又回来找的 所以浪费了许多的时间啊 到了礼藏之后呢 我们要在这里守住感染者的几波进攻 等待NPC出来给你对话之后 就可以前往最后一个目的地 工程楼了 清完小怪找到芒弟这个小姑娘 引领她走到门口 触发终极boss的任务 击杀掉之后 前往广场坐直升飞机 撤离就算是通关了 唉 可是啊 我们这个破烂队伍 既然用了整整30分钟啊 因为时间越短的话呢 就奖励越丰富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收获了还算不错的战斗熟练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